听着说话 我让爸看了 我都饿成啥样 就在这就一鸣预言 就把一鸣饭缩减了 我一天就吃不上饭 我笑死了 太高兴 赶紧看看这些玩意之前吧 好快 现在你终于结束了 又不是宠物 红红笑很乖 对 这个吃饭这个真的是个问题 就是刚开始呢 他们不让去便利店 然后呢我每天呢 就是在这只能吃盒饭 然后呢本来呢盒饭是蛮多的 但是后来呢 因为大家非得说我们都胖了 然后把盒饭从这么大 就剪成了这一口 然后呢每个盒饭里就这么一口 你们知道呢 我想吃 我喜欢吃大米饭 我想吃到饱 我就得吃好多的大米饭 然后结果呢 你知道我可怜到什么地步吗 就每个人嘛 拿完自己的盒饭 都把那个大米饭往我盘子里倒 你知道我就像个要饭的一样 但是我真的很像要饭的 然后就是每天 我的这个一口的盒饭 就会被左一口右一口 左一口右一口的 就流成一个山 所以就导致我每天就吃的 就是也蛮快乐的 其实我觉得 最后跟我们换的那个米饭 跟我们换少的是 一个特别机制的行为 就是因为每一次 我吃那种大大盒米饭 我觉得贼浪费 他就有最恶感 后来换就换成了小份了 我跟他们一起去厌 就叫明明白 竟然是被谦一抹夸躁的怪 那么现在下入也不想失败 爱就爱 拜拜